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歡迎回到薩斯崩小凳老師教室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竹片還能吹嗎 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常常碰到這個竹片破掉啦 或者是竹片變得很難吹 那往往我們在破掉的時候 或者是有受傷的時候就會問我說 那這個竹片到底還能不能用 能用的話呢 會不會不好吹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狀況下 這個竹片會變得很不好吹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這些竹片 到底哪一個比哪一個好吹 我們等一下就要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囉 那在進入影片之前呢 請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幫我按讚分享 好的 首先我挑了兩個竹片 左邊這個竹片它這邊破了一個角 那右邊這個竹片是完整的這個竹片 那在我們直覺的認知下 我們都會認為說右邊這個竹片比較好吹 那往往不是這個樣子的 其實破掉竹片還是能用的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上面的纖維都還在 所以其實破掉的竹片其實是還能吹 那你不要破的太誇張 那為什麼我剛剛講說這個 右邊的竹片是大部分同學會選的原因 可是它其實常常是不好吹的 我們拿起來之後呢 會發現這個地方有點 不是很平 像這邊有個凸起來的一個小山丘 通常代表這個纖維已經沒有了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另外一種就是 橡皮筋已經拉到鬆掉 所以這個橡皮筋已經沒什麼彈力了 好 那左邊這一片呢 它雖然破了一個角 可是它的竹片平整度是比這個 右邊這個竹片的平整度還要好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竹片 有點像橡皮筋斷了一公分 可是它的彈力還是夠的 在其他相同的條件之下呢 這個左邊的竹片會比右邊這個竹片還要好吹 對 有些竹片你壓著的話 壓它變得平整之後 它可以恢復個一兩天或兩三天 那有些呢 你壓一壓它還是有救的 那多數的時候 這個它一直呈現這種S型的狀況之下呢 代表它的這個竹片已經變得很不好吹了 左邊的這個竹片呢 其實常常會比右邊這個竹片還要好吹喔 左邊是剛剛這個破掉比較大的這個竹片 那右邊呢 這個是破的比較小的竹片 那其實呢 你如果這樣看的話 像這個已經有翹起來的部分的話 只要是不平整的竹片 像是洋芋片的形狀 通常都會非常的不好吹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算是右邊的竹片破的比較少 它還是比左邊的奶還要難吹喔 好的 那下一組是像這種上面有點 白色的斑的時候呢 代表這個竹片已經開始 進入纖維已經快要沒有的狀況 如果這上面已經有點白色的 然後它有點透透的話 就代表這個竹片已經快要不行了 所以相較之下 就算這邊這個竹片 它有點破掉了一點點 可是這個出現白斑的這種竹片啊 通常會比這個 有破掉的竹片還要難吹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竹片其實破掉了 那它如果沒有破到很誇張 或是吹大腳的話 其實它都還是能用 反而不好吹的竹片呢 像是這種 破浪狀的竹片 有點崎嶇不平的竹片 或者是這個崎嶇不平的竹片 反而比較難吹 那這種呢 雖然是有點缺了一腳 可是它是平整的話 這種竹片還是很好吹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竹片 如果出現白色的這種痕跡的時候 代表它快要不行了 好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這個竹片的一些小嘗試 那你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幫我按讚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現在有線上視訊課程囉 對於遠距離的同學們 或者是課程是否適合我呢 你可以在線上 預約一次線上課程喔 還有大陸地區的朋友 也有微信的帳號囉